海澜真的是乾隆醉酒后被强迫宠幸的吗 乾隆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后宫嫔妃的数量 多达41个据说到了80多岁的时候还在选妃 但就是这样的乾隆却能陪伴一个人65年 这个嫔妃直到78岁还在被翻牌子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她就是如意传中的海澜 也就是历史上五阿哥永奇的生母于妃 在如意传中于妃在是个很神奇的存在 她能成为乾隆后宫中的一员 纯粹是一次意外 于妃本来是宫中的一个秀女 是皇城中一个本分的打工人 没想到人在后宫做 事从天上来 这一天乾隆喝多了酒后乱性 不仅强行占有了她 还翻脸不认账 后来因为侧服进青鹰打抱不平 这才勉强成了一个侍寝格格 好不容易得来的位分 还是后宫嫔妃中地位最低的那一种 历史上的于妃 真的是这样被入宫的吗 其实 不是的 人家是从正规渠道 考了编制进宫的 于妃科里耶特氏 是个蒙古族人 虽然算是蒙古贵族 但是家族没有什么过人的权势 在族中的地位并不高 于妃的父亲叫俄尔吉图 只是个原外郎 在清朝一个官衔的父职被称为原外郎 差不多是五品的官衔 所以于妃只能勉强算是个官宦之女 雍正年间 于妃通过选秀被指派给了还是宝亲王的乾隆 只不过 家世平平 相貌平平的于妃 并没有引起乾隆的注意 毕竟 在乾隆的后宫军团中 很早就已经挤满了容貌交好又家世出色的嫔妃 但是于妃并不在意 本来她就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跟其他嫔妃抗衡的资本 而且本身她的性格就是温婉和善类型的 所以她在后宫中从来不盲目站队 也不会主动去滩浑水 只是安安静静的过自己的日子 在如意传中 于妃在单调的后宫生活里 唯一的未解就是姐姐如意 为了如意 她可以坚强 可以黑化 在怀孕期间还给自己的孩子下朱砂 甚至可以豁出性命 纳在真正的历史上 她跟那拉市之间也是这么要好吗 历史上海澜真的和如意那么要好吗 其实在史料中 找不到两个人关系的相关资料 但是 历史是有记忆的 从一些遗留下来的痕迹中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乾隆是个很喜欢拍全家福的人 动不动就找画师来给家里人画像 而其中有一幅很重要的画叫新写制屏图 这幅画是著名画师郎世宁和他的弟子们所画 从开始创作到完成 跨越了四十多年 在乾隆心中比较有分量的 地位比较高的老婆 基本都被画了下来 但是 在这幅画上 却少了两个很重要的人 继后那拉市皇后和于妃 后来 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这幅画 结果发现 在高贵妃和纯妃中间 有明显的拼贴痕迹 也就是说 这里原来是有一个人的 后来被裁掉了 这个人是谁呢 要是按照入宫的时间和地位来进行推算 这里应该就是那拉市皇后 不过 她被裁掉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谁让她非要跟乾隆对着干 把自己做进了冷宫呢 乾隆一气之下 裁掉她的画像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于妃呢 也被裁掉了吗 有可能 因为在令妃的旁边 学者也发现有明显拼贴的痕迹 如果按照时间推算 这个位置就应该是于妃 她在后宫没有犯过什么大错 为何会被裁掉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于妃跟那拉市皇后的关系太好了 乾隆气不过 裁掉那拉市的时候 把于妃一起裁掉了 但这些终究只是推测 也没准于妃一直没能入了 乾隆的眼所以画画的时候漏掉了她 又或者 令妃旁边的位置是别的的妃子 犯错后被乾隆抹掉了 也是可能的 真相到底是什么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于妃并没有得到多少乾隆的爱 倒是真的 她真的是像如意传中那样 生完孩子以后 肚子上有妊娠纹 而被渣渣龙嫌弃的吗 海澜才不是因为妊娠纹 而被乾隆讨厌的妃子 她七十多岁还被乾隆翻了牌子 乾隆对于妃的态度特别稳定 是一直就没有给过多少宠爱 后宫有那么多的莺莺艳艳 个个都有一百个心眼 削尖了脑袋要往乾隆身边凑 没背景 没样貌 没才艺 又没有野心的于妃 自然排不到前面 不过 对于后宫里的人来说 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本事了 于非不争不强 对后宫的鸡飞狗跳 莫不关心 倒也独有一种人淡如菊的气质 慢慢的 乾隆也就注意到了她 在乾隆二年的时候 他被晋升为贵人 而且当时的皇帝 为了维护形势的稳定 真的讲究羽露均沾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临性到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命里有时终须有 哪怕是临性的次数不多 于非也顺利怀孕了 乾隆六年 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还珠格格中 大名鼎鼎的武阿哥永齐 永齐不仅天资极高 而且勤苦好学 对乾隆也是非常的尊敬 所以 乾隆对他很是看重 甚至有传言 一直是把他当成接班人来培养的 儿子这么优秀 母亲功不可没 所以 虽然乾隆对于非谈不上有多喜欢 但是也没有亏待 于非先是从海贵人成了于品 四年后 又从于品成了于非 看起来 于非的人生似乎已经走上了巅峰 那他的后半生是什么样的呢 很遗憾 他并没有成为人生赢家 永齐在被封为和朔亲王的第二年 就生病了 没多久便离开了人世 年仅二十六岁 这件事给了乾隆和于非很大的打击 甚至给乾隆的打击还要更大一些 对于非来说 他失去了儿子 但是对乾隆来说 不仅失去了儿子 还有一个优秀的继承人 肝肠寸断之间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回忆爱子的点点滴滴 这些共同的悲伤 意外地加深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惺惺相惜的两个人开始越走越近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后宫中虽然不断有新人进来 但是对于乾隆来说 他已经尝过太多的新鲜感 现在真正需要的 是能理解他 安慰他的人 不过 这样的人 越来越少了 所以 仍然陪在他身边的于非 就成了最懂他的人 后宫妃子花朵一般层出不穷 很多嫔妃因为容色衰败 超过五十岁就不再侍寝了 但是到了于非七十八岁左右 乾隆仍然会翻他的牌子 不过于非也没有陪他走到最后 乾隆五十七年 陪伴了他六十多年的于非去世了 那一年 他七十八岁 有人说 于非的一生 是孤独的一生 他没有被乾隆真正爱过 得到的所有感情 都是依附在永奇的身上 其实 虽然他跟乾隆之间不一定有爱情 但一定有亲情 在后宫之中 能全身而退 也是一种幸福吧